所以剛剛提到的話,第一個就是主要的對象其實就是一般,一般就是一般民眾 他只是希望說可以有效率的做完事情就這樣而已 那因為現在很多資料,當然大數據時代來臨嘛 那Big Data資料量這麼龐大,如果你還在用以前的老方法突發鏈鋼 絕對不可能準時下班啦,恐怕下班都是奢望,因為做不完嘛 那為什麼呢,因為你不了解說有哪些工具可以快速讓你完成 就像有高鐵你不會搭,你要騎U-5可以,當然一定會很慢 坐台鐵也可以啦,只是還是慢 所以要想方法,它其實就是工具啦 OK,你說那只是要了解說工具到底能夠做到什麼樣的程度 但它絕對不見得是最好的,我剛剛提到 那不是最好的其實反而大家都喜歡 OK,你太好的話,反而大家會覺得說這個太專業了 我有點,不過現在坊間最熱門的書籍還是Python OK,那現在排行榜我發現它有個趨勢 就是利用Python去做Excel的事情 這也OK啦,反正主要是可以讓你比較提高效率這件事情 那我這邊提供各位一些思考方法 因為我最近發現 需求比較大的嘛,因為Big Data的關係 所以需要爬蟲 那爬蟲目前最主要的 就是幾種相關的格式 像CSV啦,或者Json啦,或者是XML 或者HTML,這些相關資料 那一般當然用Python來爬是絕對沒問題啦 因為是最popular 而且網路上的相關資源也是最多的 OK,所以我們如果說 希望改成用Excel來做這件事情的話 能不能辦得到 OK,答案當然肯定的 可是你會發現,有人想要這樣做 但是找不到參考資料 因為Excel它不是開放 它不是自由軟體 所以你會發現不是自由軟體 那提供的資源就相當的少 所以其實我也開了這樣的課程 像這個課程其實上是一個學期的 因為剛好我們主任有提到 請我來分享 所以我就把一個課程挑一個範例 來跟大家分享 主要目的是 從最簡單開始 如果去爬取,Excel能不能辦得到 答案是肯定,可是怎麼做 然後另外的話還有繪圖 因為其實Excel我覺得最方便的地方 就是樞紐分析表 太方便了,完全不用寫任何程式 它馬上報表就出來了 OK,但是要畫圖的話 要怎麼結合樞紐分析表 樞紐分析圖,然後快速畫圖 那這件事情的話 當然以前如果你用圖法煉鋼 大概花很多時間 可是你可以藉由像Excel裡面其實有VBA VBA其實類似像Python 可以寫一點程式 那只是說我剛剛提到 因為太少人提供就是 如何做這件事情 所以很多人想做 但是做不出來 OK,所以我這邊提供了一些 很簡單的Source 就是你們到時候 就是記一下那個講義的位置 因為我會把那個程式碼都放在那個雲端上面 所以你們等一下什麼都不要會沒關係 Ctrl C Ctrl V 會就可以了 OK,然後至少你要看得懂就OK 那以後如果你好時間的話 你自己再去重新再修改或重新撰寫 大概是更好的 那至少去了解它啦 修改我想大家都會啦 OK,程式困難的地方就叫你從頭來啦 從零開始是最困難的 那我當然我自己學習經驗裡面很多 其實剛開始也是從複製體上開始 只是不能講而已 OK,不行 你給我從頭寫 學生問的話一定知道 沒有我每個 但是我還是有下股功夫是真的啦 因為畢竟我們非本科系 跟本科系生比起來 當然剛開始會有一些自卑感 因為我剛開始入行 我那時候滿曲折的 我師大畢業的時候 我沒有去學校教國文 教了一段時間發現不是我的秩序 因為教課的時候學生都在睡覺 然後講一些題外的 或者是八卦的 大家又紛紛醒來 然後講政課又大家睡著 我就覺得 那時候剛好台灣經濟起飛 剛好很缺軟體工程師 然後我就自己自修了一下 我發現好像沒那麼困難 也不是沒有那麼困難啦 只是說 剛好我給有點點小天分 可能也許我記憶力很好 我發現我記憶力超好 我可以把所有的成人都背起來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反正我再把它背起來打上去 OK可以亂 但是我剛開始都不知道 慢慢 因為背了之後 然後我慢慢懂了 所以我越寫越順暢 現在可以幾乎想寫什麼 就寫什麼 所以可能還是需要訓練吧 然後另外可能也不討厭 再來就是最主要是成就感 因為我很討厭那種 就是重複做一件事情 沒有效率的工作 我寧可花時間去思考規劃說 我該怎麼做 我再去做 所以我們那種人是 不開始則已 一開始可能就做的可能會很勤來有序 像之前去旅遊也是一樣 比如說日本現在可以飛的 之前出國前我都做所有功課 幾點幾分到哪裡 幾點幾分到哪裡 所以跟我去也蠻辛苦 我老婆說 感覺好像當兵一樣 然後去行軍 到底我們現在去旅行還是 不過後來我是有改變的 好累喔 早上7點就出門 晚上10點才到飯店 一整天走路超過10公里以上 比行軍還累 後來想想 我自己是覺得沒什麼 我覺得OK啊很好啊 很舒服很棒 哇可以找好多地方好華盛 因為畢竟不是每天都可以去嘛 OK 就把所有行程排滿滿的 但是別人會覺得 你留一點時間給我逛街好了 對 OK 這個是題外話 所以剛剛提到的話 就是我們在課程期目標 就是提高工作效率 那當然一個產生的結果 就是不用加班 工作很愜意 所以學生也學過的人 跟沒學過的 哇上班還可以聊天 還可以 就是做完了 但是他就會裝忙 OK 不要讓老闆知道 說已經做完 因為不會有些事情做完就沒事 所以有些學生還會花時間繼續 在那個VBA 還有ESALE上面的專業 然後他效率更提高 正向的循環 然後自然而然 他有這個技能之後 他就想要跳槽了 往那個薪資更高的 OK 所以其實我覺得也是 升遷跟轉值的籌碼 OK 因為現在很缺這方面的技能 你看 任何 我遇過很多業主 他們說 我們現在不太喜歡請那個 不會寫程式的相關人員 包含行政人員跟總統 因為如果你也會寫程式 也是行政人員 那最好了 事情比人家快很多 因為你的邏輯思維就是不一樣 不會寫程式的人 就是會用那種 你會覺得 提效皆悲的方法在做事情 但是他有程式概念的人 他會想說 我這應該要怎麼樣把這個 剛開始也許我先把那個SOP先弄 然後我再把它改成程式 然後把它變成一個執行的程式 自然而然就可以自動化了 OK 未來當然還可以結合AI 哇 那可以改進流程 哇 更更順暢 對喔 就我發現那個 我們那個一芝萱麵包店 很厲害 那AI有沒有 哇 他連麵包放上去 他自動結完帳了 有沒有 連麵包店都這樣 而且他還不是什麼很 五金級的 不是五寶春 是一芝萱 我覺得一芝萱比五寶春還厲害 不保證